大眾向師父拜仁 自成鼎禮三拜 按 大眾禮佛一拜 阿彌陀佛 問信 點坐 這個講義阿 如果沒有講完 廚商還要帶來 那個廁所不要丟進衛生紙 人多的話就會阻塞 小心你的重要物品 今天這個時間剛好 我一直擔心圓結經講不完 至少要一個段落 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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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感謝法師的慈悲 來領眾 也歡迎 世界各地的佛弟子 齊聚一堂來文書講堂 要更感謝呢 網路榮術 現場的直播 音言句主 我們結一個法言 本來我每一年 要講的這個 初一跟初三啊 都是一種方便開示 但是我們今年呢 完全不一樣 因為要講這個圓結經 後來看了這個圓結經的深度 跟廣度 這個時間呢 初四初五啊 要講到一個段落 是不夠用的 因此我們今年 徹底改變 初一 初三 初四 初五 通通講圓結經 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我們今天講的圓結經 以前有用台語講過一次 台語因為是閩南 所以它並沒有辦法普及 那麽今天呢 講的這個圓結經 因為是佛在淨土講的 不是在誤會娑娑婆世界 是在娑婆世界的當下 這些正德法身的大菩薩講的 所以它不是普通的境界 換句話說 今天法師會很受用 就針對法師 那麼這些老餐 有相當抵制的 還有想了生時 對佛法 有深切體認的局勢 也會很受用 那麼初學佛法 你就聽多少就算多少 先結一個善緣 也不錯 八四田中 總會有金剛種子 那麼我們今天呢 講的叫做圓結經 這個圓結 跟明星見性 首先對這個明相 稍微認識一下 明星見性 就是明本心 明真如本心 見不生不密的清淨自信 圓結 圓結 是圓滿法界 具足重的 叫做圓 破除無名 知覺甚至 但是 這個叫做絕 站在佛性的角度 站在佛性的角度 明星見性 就是圓結 圓滿的結性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站在佛性的角度 是平等 是同一個名詞 但是 站在成佛的角度 略有差別 明星見性 明真如本心 見不生不滅的清淨自信 這個是智力 但是圓結不一樣 圓是圓滿法界 具足重的 怎麼樣能夠圓滿法界呢 沒有利益眾生 視理圓融 不能稱為圓滿法界 具足重的 是具足大慈 大悲 大喜 大捨 具足法身的 般若的 泄脱的 所以這個圓滿法界 如果你有陰眼 看《华言經》 裡面的十一地 也就是等觉菩薩 的境界 你就會發現 這十一地菩薩 都是從無量 一節以來 粉身脆骨 以法界 視線 救度苦難的眾生 沒有一尊菩薩 是自私 智力的 要圓滿法界 必須要利益無量 無邊的眾生 使頭目老誰 也要救度苦難的眾生 如果你有陰眼 打開《华言經》 就會很清楚 啊 所以十一地 又叫做等覺 等覺就是等同妙覺 所以 我們要了解這個名詞 要用的時候 略有差異 淫滿法界 具足重的 覺 就是肇破無明 智覺甚至 這個在明相上 有相同 也有差別 明相上的差別 明心見性跟淵解 同樣指的都是佛性 但是這兩個名詞 在大盛的究竟意里面 略有差別 圓覺 是指的 替大 向大 勇大 深廣 遍及法界 所以要成為淫滿 法界 具足重的 為佛一人 那麼 圓結經在淨土講的 入如來神通大光明障 這由十二位大菩薩提問 由佛陀來回答這個問題 你就知道 這一本經的境界 不是凡夫的境界 不是二聖能的境界 也不是淺味菩薩的境界 圓滿 我們稱為圓滿教 傳宗 我們稱為頓悟教 圓滿教是對半治教講的 半 就是一半的意思 把一塊 把這個西瓜 切成兩半 一半 一半就是不究竟 是佛講的 不是究竟意 叫做半治教 半治 治就是寫治的治 半治教 對圓滿教 圓滿教 就是實相教 能成佛的 能究竟入大 不黏盤的 能夠究竟成無上正等正覺的 這個叫圓滿教 圓滿教 圓滿教是對半治教講的 所以講不究竟 叫做半治教 講究竟意 叫做圓滿教 但是這個圓滿教 一定會跟頓悟 頓教合在一起 談的 我們稱為叫做圓頓大教 圓頓大教 至古以來 圓教跟頓教 不可分離 圓教 跟頓教 怎麼解釋呢 就是圓滿法界 頓悟本心 究竟成佛 所以這個圓教跟頓教 不可以離開來談 都必須連在一起的 主要的 主要的 就是讓我們明心見性 體悟如來的本心 廣度眾生 體大 向大 用大 那麼我們剛剛講的 圓 就是圓滿法界 既足重的 叫做圓 絕 就是照破無名 至絕甚至 叫做絕 你就知道 這一本經 是究竟的經典 不是半智教 是圓滿教 這本經是在淨土說法的 不是會土 那裡面的開 開始就說 佛入於如來神通大光明障 所以這本經典 十二位大菩薩 都能看出 這一本經典 不是普通的經典 是讓你成佛的經典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沒有講圓絕經以前呢 我們給他 一個名項題目 就叫做經前提示 也就是圓絕經的經前提示 我們今生今世 要發慶幸心 碰到的如來的正法 究竟的正法 就像 大海在撈針 一樣的困難 比如說呀 你在太平洋 從台灣到美國啊 上萬公里 這麼大的太平洋 你把它掉一根針 放下去 一個人 這一輩子 得到人聲 聽得懂人話 不是變畜生 而且能夠跨進 正法的門檻 這就像太平洋 掉了一根針 你要去撈 那麼一樣的難 那麼如果你在佛門裡面 聽到圓頓大叫 而圓滿頓悟 這個是大善根 大福德 大幸運的人 你什麼都可以不要 但是你圓滚滚 光明保障 當下就是幸福的泉源 有用不完的智慧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傷害你 因為這裡面沒有妄想 都是大吃大悲大喜大舌 剛剛講的 一個人 這輩子得問如來的正法 他就向大海撈针 去撈到了 那麼如果一個人 得問圓頓大叫 明星見性 就像在太平洋 撈到摩尼寶珠 摩尼寶珠 摩尼寶珠 碰到了如來的正法 就像千萬的平方公里的沙漠 出現了一片小小的綠洲 這是救命的綠洲 沙漠沒有水 炙熱 有時候到摄氏50度 沒有人可以活的 但是在千萬平方公里里面 突然出現了一片小小的綠洲 這些駱駝呀 走在沙漠的旅遊的人 這些 耐熱 耐渴的動物 都能救命 因此 大家碰到的如來正法 究竟的圓解 要生稀有想 不要放過 我們今天定的這個題目 圓解經 經前提示 而圓解經 這個題目 就是圓滿 自覺甚至 圓滿法界的自覺甚至 所以這個題目就像一個人的臉 也像我們呢 要出這個光盤 出這個書 都要三思 而後定稿 所以這個要命什麼題目 這個題目就像一個人的臉 一個人的臉 比如說 尤其師弟論 這部論 尤其就是相應 詩 這指的 三聖 神文元傑 菩薩 啊 裡面講的就是 三聖的敬 行果 外敬的敬 行 信解行政的行 果 就是正 正的果位 第 以前呢 沒有用這個章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 這後來的人 啊 那麼一切師弟論 這個 第 指的 就是一章 兩章三章 簡單講 分成十七個 皆為 次第 十七章 的角度 來談論 相應 的法 而這論 就是一問一答 佛講的叫做經 主師 啊 討論的 一個智慧 的這個法 也成為論 哦 所以這 余切師弟論 是什麼意思呢 啊 那麼就是啊 講求相應的這些大師們 把他分十七章 把他解釋的一部論點 哦 叫做一切師弟論 比如說 解神秘境 解 就是解析 生 就是生成意識 簡單講 就是指阿賴也是 也不是一般二聖人 凡夫或二聖人 潜畏菩薩 所能了解的 蜜 就是以蜜所 我所 在這個解神秘境裡面講 遍跡所知 一他起 原成實性 主要的 是在 襯托 原成實性 才講三自性 究竟义 不是 究竟义 通通是指一切法 無自性 無自性 所以我們就了解 哦 解神秘境 這個題目在講什麼呢 這 解 就是解析 生 就是生成意識 不是一般凡夫二聖菩薩 能夠理解的 太深太维系了 密就是佛陀的隐密所 方便說 講諸法三自性 我們說無法三自性 八四二五 無法 像 看到了像 二 安排一個明 明詞 明像 第三個叫妄想 妄想就是 看了這個明像 記起這個明像 分別指著 第三個叫做妄想 第四個叫做政治 能觀照 通達內外不可得 最後一個叫做儒儒 這個叫無法 那麼三自性 佛立三自性 遍祭所執性 依他其性 原成實性 最主要的是在顯 原成實性 才來提前面兩個自性 才來提前面兩個自性 但是佛陀的隐密 都沒有講 就是說 遍祭所執 就是相 就是相 無自性性 後面還加一個性 後面還加一個性 依他其性 身 無自性 性 原成實性 正義無自性性 為什麽兩個性啊 這個究竟隐密之說 他的意思就是 好 我們就想相無自性性 相無自性性的時候 這個意思是說 在絕對不存在的東西 原性的東西 它沒有真實的存在 叫做 在不存在的東西 這個當下 後面最後一個性 就是存在真實的真如自性 叫做遍祭所執 底下叫做相無自性性 所以遍祭所執 依他其性 原成實性 是佛方便所萬法不離三性 但是佛陀的一切法無性 才是佛陀講的 究竟隐密的意思 究竟隐密的意思 所以相無自性性 就是說 絕對不存在的東西 它的當下 就是存在真實的真如自性 以他其性也是一樣 原生就是無生 無自性的當下 就是存在真如自性 原生實性也是一樣 無相的原生實性 甚異無自性的當下 就是真如自性 真實的存在 所以三性 是佛陀方便說 三性都空無自性 就是佛陀的隐密 顯露出來 讓了解佛陀的真實意理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舉兩個例子 告訴你 一個題目 就像一個人的臉 原結經 哦 我們就知道原結經講什麼 一切式地論 就是修相應的大師 總共分十七第 十七章的意思 這一本論典 唯一式的依據 叫做根本論 一切式地論叫做根本論 那麼其他的 就叫做知論 一切式地論叫做本論 根本論 其他的就叫做知論 分支的是銀行分支 那麼解生命經 看了這個解生命經 是唯事所欲的六經之一 就是什麼叫解生命經 就是解析神辰意識 講三自性 後來再破除講三種 多無自性的隱秘 這隱秘 就是佛多講三自性 一般人大概可以理解 可是講三 三種多無自性 這個就非常的深 非大菩薩不能理解 所以我們就了解 看了題目 就知道大概 好 我們的圓解經 時間不夠用 今天呢就謝謝佛佛師慈悲 讓我多講兩句 就會打開講義 所以 因為圓解經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都講這三觀 A 四摩他觀 二 三摩不體觀 C 叫做禅那觀 四摩他 重點 極境 就是安靜的靜 這跟最後的禅那 不一樣 禅那叫做極滅 中道觀 那麼第一個叫做 色摩他觀 極境 就是直 讓身心放下 慢慢的 啊 慢慢的 進入佛的境界 A 色摩他觀 所以看講義 諾諸菩薩 悟盡 圓解 意思就是 要講這本圓解經 要入手修圓解 至性 要怎麼樣呢 各位看小字的 如果以悟圓解 以為行本 如果這個呢 已經悟到圓滿的覺性 只是還存有 維系的種子跟吸氣 沒有斷進 還沒有辦法向佛 就是這個意思 用現在的話 你比較聽得懂 這個人明心見性 但是維系的吸氣種子 還在 這個時候 叫做色摩他 如果已經悟了 圓解已經悟了 不是還沒有悟 換句話說 沒有明心見性 是絕對不夠資格 入圓解的境界 那你就知道這本經 有多難 那你問一下說 誰大車大物啊 但是不講也不行啊 對不對 佛法不能一直善巧方便啊 抓不到養醋啊 燒不到養醋啊 若诸菩薩悟進圓解 悟了本境 本圓 本覺 若以悟圓解 以為行本 就是把這個 修行的根本 叫做行本 已經悟了圓解 來當作一切 修行的根本 就是說 不管怎麼修 都不理圓解的意思 就是這句就是 萬法回歸自性 名為正法 萬法脫離自性 而說法名為外道 就是這個意思 萬法用本性修行 這個是真修行人 他能夠體會佛陀的那顆 正如本性 不生不滅的涅槃妙性 這個是真正的修行法 是真正的修行人 就接下來 以靜覺心 以如來 靜覺之心 取靜為行 取靜 注意 這個靜啊 不是沒有人 叫做靜 意思就是說 修行人 能夠有兩種靜 就是說 這句話從反面來講 比較好解釋 如果這個人 喜歡人情吵詐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是非的地方 於生死開波的智慧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簡單講就是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的 這個人 沒有救 也沒辦法修行 那如果有一個人 知道 往生極樂世界 開悟見性 是一件 重要的 生命 旅程 一點 它能夠使身體 遠離 吵雜 接下來 能悟靜覺之本心 讓心 更寂靜 身靜 身體安靜 心靜 心靜 也激靜 你要入圓解 才有可能 好 主要看底下 即用此 靜覺心 能悟之志 能悟的智慧 而修靜行 不只是說 身體 遠離 吵雜 煩消 無意義的 凡夫 族群 要讓自己 深靜 而達到 圓解的 激靜 由 陳 朱念 陳朱念 在圓解經 有一個比喻 比喻說 土 跟水 攪和在一起 那麼 看不到清水 那麼 你慢慢慢慢的 讓它沉淀 最後 土往下沉 土比喻 做煩惱 五陰 所生起的煩惱 慢慢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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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 上面浮出 一層水 就變成乾淨的水 本來 土跟水 攪和在一起 是混濁的 我們慢慢的沉淀 讓它慢慢的沉淀 變成清水 隔離開來 這個 也是這個意思 由 陳朱念 陳清 種種的妄念 絕世煩動 能究到 這些世心分別 很煩 所以 簡單講 在這個世間 沒有一個眾生 不過 過煩惱的日子 而且 煩惱怎麼來的 有兩個 一 執著境界 去粗糟的煩惱而來的 第二 由無量一節來 突然冒出來 不可抗拒的 維繫 種植跟习器 這個沒有辦法去控制 所以 第一層 你都打不破 第二層就 不用講了 能 絕世煩動 能夠 覺悟 這個世心分別 很煩 很 扰 扰乱我們的清淨心 這個要 有下功夫 才能夠 看得出來 每天攀岩 妄境 追逐 欲望 他是不知道 什麼叫做 威系煩惱的 由 諸念之澄清故 覺得 世心上 是 就是指 执著是 分別是跟颠倒 無明是 心上 煩動之相 這個就是 我們要了解 所有的眾生 離不開 粗糙的 執著 外境 也離不開 違系 妄想 顛倒的 執著 如果我們 由 承著念 絕世煩動 慢慢的 竟會 發生 你心竟得下來了 分別執著 脾氣 暴躁 個性 太妞 或者是 取捨 不斷 得失心不斷 你能夠 降伏自我了 安靜的智慧 發生了 這個時候 奇蹟就 慢慢的發生 因靜 因為 深靜 心靈也靜 心靈也靜 因靜 而生之 靜 靜會發生 身心 刻成 從此 永滅 主要 身心 刻成 就是六根 六成 六四 一十八戒 所虚構 建固 出來的意識形態 的假象事件 這個人生 宇宙怎麼來的 就是由妄想 顛倒 生命意識形態 所建構出來的 一個觀念 假象事件 簡單講 我們就是把 緣起不實在的東西 誤认為 它是真的 所以就拼命的追求 從來沒有停止過一天 佛陀就是在解決 我們這個莫名其妙的追逐 莫名其妙的妄想 為什麼人生這麼不幸 怎麼來的 都沒辦法解決 只有佛陀 往內觀 看清楚 人生 宇宙 都是 如夢幻泡野 都是由我們生命的意識心 建構出來的概念 執著的假象世界 讓我們看到了它 這個身心 刻成 從此 永滅 由此 智慧之顯發 所出來的 妄生 妄心 都破除 進了 也就是說 不執著外境 也不鑄著 內心裡面的 生命意識心 行一切善 也不會鑄著 成 忘 不起 成 忘不起 外面的成 不執著 裡面的妄心 也不起來 從此 永滅 簡單講 什麼是主觀 因為有客觀 什麼有客觀 的妄想 因為有主觀意識的認同 這個主觀意識的認同 執著 我肯定 外在千叉 萬別的假象世界 主客 惡觀 能鎖不斷 心靜不下來 心靜不下來 但是 邪佛以後 就能享樂 這份寂靜 知道 主客惡觀 不可得 六根 六成六四 不可得 就會 單單這一關 就會很難 眾生能做到 佛講的第一句話 就很困難 諸耳莫作 眾善奉行 能做到這一句 已經很困難了 眾生是怎麼 諸耳皆作 眾善不行 他絕對不會的 剛好相反 眾生哪一個 諸耳不作呀 無耳不作 諸耳皆作啊 諸善 絕對不行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了解 谜能內發 激淨 清安 知道六根六成 六四 身心不可得 知患極離 藜患 集結 辨能 內發 激淨 就是安享 從此享受 真正的生命 錢 路夢幻泡人 权力 也是路夢幻泡人 无论是power或者是money 都知道 这个不能解决生命的迷茫 这个寂静就是安详 清安 就是无比的喜悦 我们叫做沉重的身心 我们每天都莫名其妙的 背护 不必要的包袱 包袱 宁可拥有自己个性 对不对 也不愿意去明心见性 宁可拋开真理 如来的真理 他也不可能离开我像 所以一切众生 过的日子是痛苦 煎熬 生命找不到什么方向 动不动 实在活不下去就想去死 是不是 有时候就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台湾有一个就是这样 他很爱老公 老公就外面有那个小三 他要 骗一骗 假装 他有一天知道老公 要下班了 他就故意把自己绳子套好 其实是不会了 要下一下他 下一下他 就绑着 绑着绑着 那他家的那条狗突然撞过来 椅子刚好撞开 来不及了 这个叫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所以我们就了解 任何一个众生 只要他没有 这辈子没有听到佛法 要找到快乐是不可能的 他借重金钱 借重全力 一个依靠 把外在的生命美化 变成一种理想的世界 但事实不然 只有佛陀面对生命的真相 告诉你 万象千差万别 来自一颗主观的生命意识心 这主观的生命意识心 没有办法寂静 也没有办法得到喜悦跟清安 永远没有办法 佛法的可贵 就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距离根 静 距离内 六根外 六境 内心自弦 这个弦就是破除的意思 内心的妄想颠倒 自然就能够破除 就是既然已经离根 跟静 内心的妄想颠倒 自弦 就是自己 就能够破除 这个弦呢 不是悠险 是指破除的意思 便能内发 静定 清安 静定 就是三昧的功夫了 就慢慢的显现 三昧可以让你享受真实的生命 因为那是佛的定 所以修圆满行的第一个步骤 你的心要能定 叫做射魔祂 这个所以射魔祂叫做极净之指 极净的指 直观的直 修行 佛道 第一观 你要知足 要以法 为满足 不是以世间的 男女的欲望 也不是以世间的 金钱 权力 来作为一个依靠 这个一定会让你痛苦的 因为那是永远靠不住的 所以 你想从出发心 一直到 成就阿拉多德三秒三菩提 第一个步骤 要有射魔祂观 就是定 就是要三昧的功夫 用我们现在的名词 就是什么都看得破 什么都看得开 心就是定 于世间无所求 对每一个人都如此的慈悲 不伤害任何的众生 到处都能跟人家结善缘 这第一个功夫 叫做射魔祂观 叫做极静 让身心安静 有三昧的定的功夫 看第二个 叫做三摩波提 三摩波提 你只要牢牢聚着一句话 这个就不困难 叫做如幻之观 如幻观 第一个射魔祂 叫做极静 三摩波提 你只要写两个字 整篇都能贯通 叫做如幻 如幻 虽然我们心得到三昧 极静的功夫 但是我们一定要能度众生 叫做三摩波提 成为如幻观 看讲义 若诸菩萨 物净元节 如果以物元节 以为行本 你看 这个仍然用 本元 本觉 元节 来当做修行的根本 意思是 意思是说 所修 不离元节 自信的意思 圣摩他 不离元节 自信 三摩波提 绝对不可以离开元节 自信 看下去 以静觉心 以本境 本节的正如本心 知觉 了知觉悟 这个心性 以及 以根层 都是因为 补两个字 元起幻化 元起的东西就是生命 元起的东西就是条件 元起的东西就是无智性 元起的东西就是不可得 所以 因为元起幻化的 六根六成 六四都是一他其 都是幻化的 好了 知幻即离 这用词 静觉之心 能悟的智慧 而修观恨 了知心性 就是六四 六四是因为 真如元节 本性 广动 广动 称为是 如如不动 称为性 就在当下而已 大悟 是 就是性 波不离水 不悟 不悟 那么 化水 为波 这六四 根 根层 都是由 幻化 而有的 当我们了解 六根六成 都没有 自性 我们就了解 为什么有六四呢 因为离成 无自体性 离开了外成 世心分别 他空无自性 不能做主 是